哎,王叔,妈,你也在这儿呢 等会儿再跟着,哎呀,我帮你打的那种 那种妈,我告诉你个天大了,好熟悉 啥好熟悉 刚才你不是让我去买衣服吗 我走吧,那时候碰你我二姐了 二姐就跟我说你卖给他那个净化器太好用了 我一想,我现在都是咱公司的形象代言人了 我有义务为公司宣传呢 结果我就把这个产品信息发布到网上去了 你猜怎么听 一个大经销商 找到了我 他说你们公司的净化器简直太好用了 价格又便宜 才250块钱一台 他一下就跟我订了三万台 什么,我把盒子都听起来好了 我厉害吧 姑娘呢 啥没事我来快回家 咋的了 不是,哎,你什么 发财了,王总,就快发财了 河头 散万台 哎呀,我的命运呢 大姐夫 哎呀,我是不是啊 哎呀,你这喝多少酒啊 没事 你怎么又出去喝酒去了 二米丽不是不让你喝酒吗 跟我媳妇的口气是一模一样 我是个男人 我是个做生意的男人 我们公司这么多人谁呀 行,不用理啊 二米怀孕了 他最烦你喝酒 你说你喝成这样,你怎么回去 不回去了 你为什么回去 我就今天 这至少你花老瞎 这小米家水管也没坏呀 哎 甜嫩嫩 你咋在这呢 他家水管坏了,我来看一眼 哥 过来 你认识他呀 岂止是认识 简直就是认识 你太好了,哥 这小米姐给我介绍的对象 啥 他是小米姐给我介绍的对象 小米把他介绍给你了 那他是想开了 太好了 哥 我爸一眼就看上他了 那啥既然你俩认识 帮我多说点好话呢 保在我身上 一会小米出来 你也要替我说说好话 咱俩都不想帮助 哥 你都是我小米姐心里的那个他了 那肯定没问题 是吗他哥 他哥 这面我喜欢 放心吧 看我的 那个 甜笨呗 抱歉啊 一会你看这小米烈让他给我签个字啊 以后别叫我王小茜 请叫我他 谁哥 我哥 我说的嘛 别说你俩长得还真挺像 谁跟他长得像 互相帮助 真挺像 这是我亲妹 他叫 他 李温柔 对 李莫 李温柔 我给你说实话 李温柔 对 李温柔 人如其名 这名气你多坚强 那个此时此景 我特别想为他作首诗 那个 北国出风 永远来 万里桃花 躲躲开 谁若取了李温柔 今年还来得及生小孩 你别怪我怀了 三本 你来了 小米烈 你俩水管没坏啊 一会你别忘了给我签个字 我走了 你别走啊 我走也不是你走啊 你什么 我给他俩接着对象的 不是 王小茜 不是他哥吗 哪有刚见面 就以夫妻相成 哦 别说 他俩长得还真有点夫妻相 我看王小茜挺喜欢的 刚才还作首诗呢 是吗 我看看 王小茜那人咋样 王小茜这个人 他能怎么样 互相帮助 非 对吗 对啊 那他能算差回同意吗 哎呀 大妹子 你跟我说 他也许吧 他真没看见 啥没看见呢 他又不是没长眼睛 长了 对 他长了一双 缝眼 还缝眼 他 我说的是门缝的缝 跟门缝没关系 我跟你说 他就是能装 我觉得我就高能装的了 我就老没装过他 是 哪能装呢 你老跟人家装啥呀 还卖物 我不是本分了一辈子吗 你可拉倒吧 该证净书 不正经 不该证净书 瞎正讲呀 你必须给我个合理的解释 我现在就给你解释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哎呀 我的妈呀 老婆 你快救救我 说什么都不对了 我呀 哎呀 大辈子 那什么 你 你 笑笑气啊 别生气 那个 长言不是说吗 莫生气 气出病来 无人替 气大伤身 呐 哎呀 妈我这事过去了呢 哎呀 老王大哥呀 挺大的老爷们 你说咱们 街坊里面住的是吧 谁都行 有个着急上火的时候 你也别生气了 我没生气 嘿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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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 剑皮子 不算 你不知道 一会儿愣 一会儿愣 挺好呢 剩火不淡标 嘿嘿嘿嘿 哎呀 不不不 你这管单挑不单挑 我有个事没弄明白 我这兜里的 哪来的一百块钱呢 对呀 哎呀 我想起来了 早上我给你兜 省一百块钱 让你交电费 你交了吗 哎呀 使劲的 哎呀 我做店的时候 就扭压了 我把这事给忘了 忘死死了 哎不你等会儿 能家这一百块钱 找着了 他家大门的一百块钱呢 哎呀 我也想起来了 那个刚才我买菜去 找到那花池子呢 我捡成一百块钱 看看 吃啥 哎呀 四五六 啊 对 对 四五六 对 四五六 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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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气哦 你去哪儿了 我找你好败钱呢 我看 我看 他全找着了 他咋还哭着了呢 倒气了 容易上感 啊 妹啊 你在那心情啊 我特别能理解呢 有你啥事 我告诉你 全都因为你要是没有你 哎 哎 我的妈 哎呀 对不起 我又发火了 哎 我这身过去了呢 我买衣服去了啊 再见 在那儿啊 哎 我发你看着呗 其实老王大哥和平常不一样 你超丑人丑的眼睛都绿了 你还看着呢呀 啊 你看着啥了 春来了 开始荡漾了 哎 荡漾了 哎 对了 那王大美人是单身 老王大哥也是单身 正好咱俩给戳个戳 你拉倒 我他俩就不是一个槽上说那驴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大哥 我问你一句话 你说实话啊 你看大美人那人咋样 我一见他不是吗 哎呀 我这个信了 西兰西兰 那快点追呀 你找我说呀 春天在哪里呀 春天在哪里呀 春天就在我那天 那天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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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笔碗 开吧 我爱这人 哎呦 队长 不然呢 你再给我点一种 这个再拿头花生的地方 行了 那什么玩意 上卡拉OK来了 我说这位业主啊 咱不打太极行不行 我现在跟你说的是 让你挪车 明白不 明白 但不能挪 为什么不能挪呀 我妈现在正想给我包三鲜馅的饺子 我还要尝尝我妈的味道呢 哎 别捣乱 我跟你说啊 我最后再跟您说一遍 您把车挪开 挪不挪 不挪 好 既然您这样的话 那我对不起 我就不客气了 好不好 你能怎么样 我只能给交通队打电话 还给交通队打电话 哎呀 喂 交通队嘛 我们小区啊 消防安全通道 停了一点停 车主们不挪车 麻烦你们派拖车 把车拖走 好的 谢谢 好 谢谢 完了 不是 你给我回来 干啥呀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把你的车拖走 行 行 行 你们知道拖的是谁的车吗 谁的车呀 说出来吓死你们俩 你们董事长的车 哎呀 我的天 这别载个虚拟了 那董事长车能让你开 你谁呀 我是你们董事长的 小舅咋 我的天 完了完了 咱就不中前眼上了吗 你别听个瞎吧 哎 那什么 那个哎呀 小舅 小舅的哥呀 那个 那什么 你是你啥时候来的 你咋不告诉我一声 哎 刚才我一直给你盯着呢 盯得非常好 那什么 没事了 没事了 你赶紧回家吧 尝尝妈的味道吧 行 那我尝我妈的味道去了 行 赶紧回去吧 你那车一会儿就拖走了 哎呀 你这是有点吓唬我呀 怎么的 我看不跟你施点招 你是不相信的 喂 姐夫 是我 怎么了 有人欺负我 怎么了 有人要挪你的车 啊 不是 赶紧给我来治他 谁要挪我车啊 董事长 哎 董事长 您怎么来了 我来下来检查检查 哦 好好好 都饶 不来呢 没了 哎呀 你怎么知道我太冷了 都没划冰了 这咋的了 哎呀 老妈呀 包子啥时候熟啊 包子熟不了了 都在龙体里都生气呢 我今天这气氛不对呀 不是吃伤药了都啊 你说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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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谁也没说 你说谁呢 哎呦 不是这是咋的了这是啊 咋的 啊 好 带圆子 我妈妈 有年大妈妈 对女儿做主啊 不是 这什么乱七八糟啊 这都是 给我闭嘴 啊 白月儿老 听见看 转向上写桌 耳末里头分尸 耳术一广过城门 五八郎 其家人也住上 鬼魂男儿 真慌常阴门 七子两心上 记得几日 生大肠 这庄之家 只在两两地 大肠上 哦 没错 没错 帮我们这些名字 你咬牙切齿 为那庄 王 那是怎么 什么乱七八糟 你穿越了这是啊 啊 那人正 我领着 我去干啥呢这是啊 你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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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啥呀这是啊 哎呦我的妈呀 什么都喜欢到这一家人 哎呦 哎呦妈呀 你咋来了呢 啊 不是 你这都啥月份的 你还往外跑啊 你这是干啥呀 没事吧 妈妈 你这 哦 哦 这么回事啊 哎呦我的妈呀 来来来 我开架 你别动 你再把你给伤着了 哎呦你这脸都是脑子啊 我可以跟你出啥事了呢 就是出事了 这不正闪着的吗 陈顺芬 你就个陈世梅 你这个臭不要脸的 今儿你要不告诉我 这女的是谁 我就 我就告诉你 她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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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朋友 哎呦 等会儿 师父 他们不知道咱俩啥关系啊 哎呦这没来得及跟他们说呢 哎 我说他们咋误会我了呢 是这么回事 你别说了 说 说说说说 来来来 你慢点 你慢点 哎呀就这两天的事呢 你说哎呦我的天哪 我就 是这么回事 我呀欠她老公一点钱 她老公呢前段时间就出国 到国外办公厂去了 她呢就跑我公司来 给我要钱来了 我也没钱呢 她就跟我说 前世梵啊 你不会因为这点钱 跑了吧 我说我能跑吗 我脱家带狗的 啊 你要不信的话 我天天到你家报到去 就这么的 我天天到他家报到 四五个月了 我这钱呢也没周转过来 她这肚子可一天比一天大了 你想我跟她老公是朋友啊 对吧 我不能不管呢 我就照顾她 就照顾了四五个月 她就挺感动 就说 任风啊 不行 这钱不要了 那不行 我前世梵做生意 欠钱必须得还 我都说还了 你说你今天你还跑来干什么 不是 我后几天没看你人影了 我心里别再因为我这点钱 再想不开 妈呀 我有啥想不开的 我欠钱 欠多了 所以我今天来 就想跟你说呀 陈正方 那钱 不要了 看见没有 就这么回事 就这么点事 今天大妈妈 咱可以结案了吧 哎呦 孩子们你们文哲没 我包好了 包好了 去吧 你干什么回来啊 谁呢 着急吧 我还跟她说 关键时刻就得隔壁老汪 来吧 白家你们着急了 慢点 哎呦 回来了吗 哎呀 哎呀 回来了 哎呀 你呢 你说你怎么不拿个手机呀 你说你走了 怎么不告诉我 没事 你还回来干啥呀 你把我气死就完了呗 啊 我才走一天 你们大伙就都想我了 看来 我在这个家凸显出了非常重要啊 老头子啊 瞅你那样 没啥事 这不是早晨吗 起来我上咱们花园小区去锻炼去了 就碰着你张婶来 你张婶说呀 那郊区有一块地 有野菜 那包饺子才好吃呢 我就跟她去了 人家家人口少 挖点够树了 人家就走 我心里咱们这一大家子人 那挖少了 到时候哪个孩子吃不饱 妈心不疼吗 啊 所以我就在那多挖了一会儿 结果就把时间给忘了 哎呀 抬头一看呐 那搬车也没了 我就到那村子去了 正好有一个小伙 赶那鼓动那农村开的 那个蹦蹦蹦蹦蹦 三绿蹦的 我就跟人说呀 孩子你送大姨一趟 哎 人家二话没说 开车就送我 我回走 结果赶走不到家 赶走不到家 我说小伙 你把车停下 我下车打听打听 我说那个沈阳的幸福小区在哪啊 人家说啊 幸福小区在沈阳啊 我们这是法库啊 把道走岔了 就耽误时间了 才回来 然后才到大门口 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扶着大门那篮阁 我跟他喘气 哎 正好碰着田笨笨来 这孩子从大门口 一直把我背到咱楼跟前了 谢谢 谢谢 这范奶奶啊 为了给你们包脚子 都累坏了 是啊 你看 我这脚脖子都肿了 你别吵手 我怎么觉得这俩人挖了个砰上我跳呢 你别走啊 你给我待着 站好了 你走不了 我告诉你 哎 大姐夫 你笑什么呀 你笑 你没听见吗 他把我车管了 你不能让他走啊 让他陪我呀 是不是啊 我不能管这个事 你怎么不管 你物业 你不管这事 你管什么呀 你是伪装停车呀 人家就刮你活该呀 你拉倒吧你 我告诉你小子 我刚换的新车 我才提出来两天 我睡觉 我根本能都搂着你 你给我刮了你 不管是不是你 赔我钱 不是 是不是 你要什么钱呢 你要什么钱 他刮了我保险杠了他 你刚才怎么说的 我怎么说的 你说人家不给你钱 你还得给人家钱 人家三轮车也不同程度受到了嘴 哥哥 我就让你赶快走 我刚才在那边 哥哥 你怎么来了 怎么着今天电视台不上班啊 书梦哥你也在呀 书梦哥其实我正想找你呢 找我呀 有事吗 哥 我 我对不起你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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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一不小心 我就把你那个车的 后保险杠给挂掉了 挂掉了 你这是要哥哥的命啊 你这是 那个 顺风哥你别上火 这样该多少钱 我赔 挂得好 挂得妙 挂得呱呱叫 顺风哥你没事吧 我没事 哥哥我跟你说实话吧 其实我那个车的 后保险杠啊 本来就是坏的 我今天一天呢 就琢磨怎么把 这个保险杠给拆下来 我拆不下来 你看你 一下就给我撞掉了 你帮了我一个大忙啊 我应该谢谢你啊 我叫顺风啊 你没毛病 我有什么毛病 我没毛病 顺风哥要不这样 你还是摆你那车 送去修吧 该多少钱我赔 赔什么钱 好家伙 我钱人不是什么人啊 好家伙 我们家房子首付都是我付的 我让你赔钱 用不着啊 再说了 哥哥伪张停车在先 你说到这儿 我真想提醒你呢 顺风哥 我都发现好几回了 你那车啊 总是伪停 那不能怨我 怪那些个物业 你这话说的 怎么怪我呢 怎么不怪你啊 怎么怪我呢 我伪张停车 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 我拉家伙每次停车 他给我指挥 这儿 这儿 停车 停车 他还纵容我 我一直以为我停的很对呢 这么回事啊 这么回事 我刚才哥 那我得说你两句了啊 一直以来 你说我顺风哥 他伪张停车 你怎么不提醒他呢 他还以为他停的对呢 你说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 顺风哥 让你受委屈了哈 是 行时吧 欺负邻居都说你这人不怎么样 但是今天 我对你刮目相看了 你用事实证明 你这个人 是非分明 世风哥 你很正嘛 张之光 你有问题 问题 不用 不用赔钱啊 没问题 谢谢 谢谢 谢谢